当地时间周日5月2日 随着嘉年华邮轮公司的两艘船停靠在加尔维斯顿港 另一个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放松的迹象来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 欢呼的人群聚集在一起 欢迎嘉年华威风号和嘉年华威斯塔号 这两艘船在日落后亮起信号灯驶向大海 美国疾病控制与疫防中心CDC已经告诉邮轮公司经营者 一些航行可以在7月之前恢复 前提是船上95%的人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随着美国完全接种疫苗的成年人超过1亿 许多城市、体育赛事、娱乐项目的重启都在迅速推进 不过如果从新增病例的角度来看 每日仍有数万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